飞铁说 即使从未如此性感 飞铁一分钟 每周一日周五更新 从事说它避命的厉害 马桶上一坐就是半小时 老头拉屎蹲着 只要十分钟 就是那么自信 手机和书 都成拉屎的避免用品了 坐上马桶 屁股就跟粘住一样 时间久了 不得避命到怪了 你要是蹲着拉屎 不要一会 腿就酸得不行 还看个屁的手机 不仅提高了效率 还不容易得痔疮 想要拉得畅快 那都靠吃骨直升机的收缩 这东西立着直长 只有拉屎的时候 才会放松 坐着拉 肌肉就只松了一半 根本拉不爽 只有蹲着 它才会完全放松 你才能体验到 一泻而下的感觉 蹲着拉屎不知爽 还健康 研究表明 蹲着拉屎 要比动马桶消耗更多热量 肚子上的脂肪 还会受到挤压按摩 拉屎减肥两不误 而且下蹲的时候 各部位的肌肉都要跟着动 身体里的血液 也会跟着加速循环 等于做一件舒展运动 拉完之后 神清气爽 猪叔 为啥我没有拉屎的感觉 别吵 猪育酿 有点 这一 паль词 没事